最大航空貨運站遠雄自由貿易港 不僅物流運輸快速病毒傳播 也迅速讓這裡成了疫情最大紅區 兩名一月九號到西堤吃飯的移工 延遲十一天才採檢 兩天內緊急擴大匡列 經過採檢再揪出三十人 在二十三號確診 當中包括一名科技廠的員工 目前針對他的職場已經曠裂七百五十任 家庭足跡也居隔三十人 整個群聚案件已經累積有一百人染疫 當中就有六十九名外籍移工 紅白科技四名員工確診 除了桃園 新竹廠也受到影響 疫情擴散快 家職園區和遠雄宿舍 成了疫情紅區 因為共用電梯 廁所和餐廳 人流足跡交錯複雜 現在裡頭三十家廠商全面停工 相關人員也至少都要採檢三次以上 遠雄宿舍一共有五個廠商 分別屬於三家仲介公司 有六百九十三位 其中兩百零九位 是亞序電腦的外籍移工 除了遠雄宿舍 在外的亞序移工宿舍 也通通不能放過 就怕病毒跟隨物流遊走社區 每一個傳播鏈的環節都得省省戒備 遠雄自由貿易區內也全數擴大匡列 包括倉儲區 物流區和貨運站 四千五百人全數都要狂烈採檢 也持續增加相關的接觸人員 交通車不能 我們目前在調查 不過的確是有交通車的問題 而且這個司機也沒有固定 狂烈範圍不能放過 出現傷呼吸道的症狀 也通通要注意 對戰病毒 每一刻都不能鬆懈 華熱情 吳全員 彭萬里 廖子宣 桃園報導